大一级的黑橡树 你们有没有喜欢养这种 这种的话就显示一带风铃 但是很多人的话说 养这个黑橡树能不能在心里去养 其实可以 它是喜阳耐阴 在外面户外可以养 在心里同样也可以养 同样这个黑橡树的繁殖 现在的话这个秋天 其实可以扦插 像这种鸡条 侧牙的七鸡条 我们可以剪出来 剪出来的话 像这种的话 我们剪出来这种带的有根细的 这种都可以去扦插 包括这个一级出来 像这种一级扒出来以后 我们都可以拿去扦插 但是的话扦插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伤口 因为扒出来 你看到这个黑橡树 这个一级里面的 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体 一定要等它浪干以后 才能够去扦插 包括我们现在这级的话 都可以给它剪出来 剪出来的话 都可以拿去扦插反击 像这种剂挤的话 它秋天 它是最容易成活的 剪出来的时候 多剪点这个里面的根 里面的主根这边的皮 煎挤的话就是一颗了 我们都给它剪下来 如果说你们家里面 也是有了这种橡皮树 不知道怎么养护 其实它是洗羊耐阴的级物 在养护中 如果在心里的话 首先我们是要通风透气 通风透气 还有一点的话 我们浇水的时候 尽量是 剪干剪实时剪 包括这个我们也给它剪 剪出来给它烂烂烂烤 这样子的话 隔两天再给它栽种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说你们还想了解哪一方面的话 可以在视频端留言 我们再会更新视频 更新视频给大家去讲解 这个是养护的一些问题 对吧 包括现在秋季的时候 还有扬插 还有换盆 对吧 这些的话 这是又做的 还有的话 又是旺季的 这个 植物的生长旺季 对吧 可以看上去 有不懂的话 可以在视频端留言 一起来聊聊